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这次前往入股举办说明会 除了为民众说明政府推动长照2.0相关政策外 也希望能向民众宣导有关于失智的预防 盼能让民众重视自身健康 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我们知道专业劳化非常严重 每一个5月都有一个失智 那么今天的左岸团队率领的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入股相容会 为我们这些长辈做说明跟讲解 那么同时也跟大家宣导什么是失智 失智要怎么预防跟治疗 尤其是长照2.0里面的一个失智的预防 可以说是这次政策推动很重要的一环 希望透过这一场说明 让我们鄉亲市长建立到健康的观念 而且也知道以后性过于治疗 这样可以减轻到我们国家很多医疗主管的支出 当时也能够保住自己的健康 对于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这次前往入股举办说明会 县议员吴瑞芳感谢协会的用心 吴议员也希望长照2.0的推动 能帮助到更多的长辈 让他们能受到更妥善的照顾 对于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议长何胜峰感谢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长期致力于社会服务的用心 也期许更多的民众能一同响应 一起来发挥爱心帮助社会 记者卢宇凯入股乡采访报道